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早晨我睜開眼睛 渴望聆聽你聲音 心中撕下你的好 更多與你來親親 夜晚我仍要歌唱 想你唱明我心意 情擺我成一首歌 淡淡要唱給你聽 作詞曲 李宗盛 從早晨到夜晚 從狂野到高山 親愛主 永遠只剩你美麗 從早晨到夜晚 你愛永不知心 親愛主 一生緊緊跟隨你 cena 第一次 明明 你 solo 眼幾身 一 Kia 三 一 从我的夜到高深 紧情爱主 我要深送你黑命 从早晨 到夜晚 你依然拥抱之心 紧情爱主 你别是紧紧的追忆 紧情爱主 我爱你 我要还你的爱 我爱你 我要还你的爱 我爱你 我要你要还你的爱 我爱你 我要把你的爱 我爱你 我要你爱 我爱你 我要你爱 бы � Bog 徐imar我找你 我要你爱 min 十二年 我要你 love you 我爱你 你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灵我们同唱主在圣殿中 在祖宙面前都应当素晴 素晴 素晴 应当素晴 Amen 圣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放官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和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Let us all stand for prayer 请大家一同起列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早上带领众佛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早上带领众佛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早上带领众佛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早上带领众佛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荣耀主祢的名 主啊我们献上感谢 主啊虽然我们在崇拜的地方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可是我们感谢主 主赐给我们有这个办公室 我们可以暂时用来敬拜 主啊我们感谢祢 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 在未来的道路 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的事情上 交托在主手中 求主祢帮助我们 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既能崇拜又能有主学 主啊我们感谢祢 主啊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也有身体软弱的 求主祢医治他们 也求主祢安慰他们的家人 是他们家人都有力量 因为家里头有人病了 我们家人的话都是很担心 很难过的 求主祢帮助他们 支持他们 给他们力量 安慰他们的心灵 主啊我们也把 求牧师交托在主祢手中 求主祢高默 求牧师的口 把主祢的信息 释放出来 使我们每一个人 既能听到 也能行到 主啊我们这样子 不配的祷告 来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让我们来唱 荣耀归于真神 然后我们再唱赞美全人神 荣耀归于真神 让他曾旧的死 为爱四恩圣子 此下独圣子 前上大人命为人 宿醉烧开 有三门一打开 让让他进来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地听出声音 全地听出声音 赞美主 赞美主 我们快乐高兴 请拜祈祝耶稣 进入父家宋 荣耀归出 祝祝他一寸 祝他一寸 祝他四宫 祝罪完全救恩 祝博学的功 反省者的永孙 真因虚实恩 只要我总最认真心 祝他一寸 祝他一寸 这埋宇 遍祝他一寸 祝主圣人 赞美主 万民快乐高兴 亲爱祈祖耶稣 进入附加中 拥有归族 祂已成就 祂施工 拥有归于真身 祂成就的事 祭圣子耶稣 我们的大欢喜 祭圣子祝勇我 祝耶稣基督 将来的建筑民 可动很重 赞美主 赞美主 全面拼出声音 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快乐高兴 亲爱祈祖耶稣 进入附加中 拥有归族 祂已成就的事工 赞美主 赞美主 宇宙万有之王 我领送送应祖 永远是你救赎见一场 明见祖宁 都要爱着情苏点 欢让相处共青山羊 咱们相处如此奇妙 平时世界万有 咱们相处如此温柔 将你此常遭遥 一切不见 又求见梦作恩典 按祂之夜云云所求 咱们相处 让我崇拜尽身赞美 福 阿弥陀佛 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挣到了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给修牧师 还有师母翻译 感谢主这次 我们能够相继在一起敬拜神 刚才主席已经提醒我们 我们2023年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相信大家还记得 今年年诞的那一天的主日崇拜 神给我们的应许 信念的应许是什么 就是为了2023年 神应许我们什么 那就是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一 节到十三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祸再祸的意念 你们要见你们 要见你们 要见你和幕后有指望 你们要付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须请见 Jeremiah 29 11-13 这是一个批识 神给我们 因为我知道 我所谓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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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计划 计划 祂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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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 会给我们 美好的一个将来 一个充满盼望的将来 神的计划 祂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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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们 看周围的环境 但是如果我们 看周围的环境 还是充满不决定 不可以控制的这些情况 同时我们去超市的时候 就知道现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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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越来越近 通常他们说 如果 一开始打 炎子担争的话 世界的末了 只有六分钟 所以他们说 当他们开始这个 核大战 战 这世界的 continues 将在六分钟 还有 也会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是神的允许。 我要给你们希望,给你们美好的一个将来。 祂说我对你们的意念,神对我们说, 我对你们的意念是什么? 祂的意念就是教我们这一年,我们会兴旺。 我们会有平安,我们会有康健,我们会有福利。 我们也会有成功,丰益,并且神也会有关怀。 这里,神也说,我不是将再获给你们的意念。 神也说,我不是,我的签计不是将你伤害。 幻觉幻所说,在这一年,神会劝固保守我们。 所以,这一年,神也说, 他们会接受我们的意念是什么? 我们实在是我们所为达能。 不会有邪恶。 灾难临着我们的身上。 还有我们 Samsun。 所以我们还说,没有犯败。 然后面对 Violанс Vida Some Nang Yich Untering 当然,我们可以说不可能的。 但是神说,在这些患难里面,我会与你们同在。 在这些应许里面, 神允许我们有美好的将来,还有充满盼望。 在列里美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三件事。 所以这一年,2023年,让我们照着圣经的应许去寻求,去追求,去呈现这三件事。 神的应许必定会应验。 那三件事。 第一,祂说,你们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当负上我的饿。 第二,祂说,你们要祷告。 第二,祂说,你们要祷告。 祂应许我们,我们祷告的话,祂必定会随听。 祂预计,如果我们祷告,祂会听。 所以让我们,今这一年,我们教会,我们灵修,我们应该多多追求去祷告。 第三,我们要专心地寻求祂。 第三,我们要专心地寻求祂。 我们就会寻求祂。 所以今天我要专心地寻求祂。 今天我要专心地寻求祂。 这也是耶稣基督的邀请。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这样邀请我们。 祂说, 凡老苦丹、重丹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有何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饿。 如果写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受安息。 因为我的饿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这是耶稣的邀请到你和我, 在马太福11,28-30。 请你谈谈英语吗? 对不起。 耶稣基督的邀请是有两段。 第一就是来到我这里来。 第二就是当负我的饿。 第二就是当负我的饿。 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 最多的面前当做什么? 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是圣洁的。 如果神负招我们的话, 我们必定要也是圣洁。 因为神跟罪是没有交通的, 或者不可以相聚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有罪的话, 有罪在身上, 我们根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接受神的邀请的话, 我们必定要我们的罪要得到神的赦免, 神这样借助以色雅先知, 来呼召我们, 或者邀请我们说,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提子偏论。 你们的罪虽像珠红, 必变成学悲, 虽红如丹圆, 必摆如羊毛。 相信四十八年前, 这节圣经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还记得灵粮堂, 我们来这个字。 对于这些词书丰带来。 这样不说, 这个来, 就是神所来。 但是你看见到吗,在这个来,这个字, 跟寿难节这三个十字架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看见这个来跟寿难节的故事完全可以说是符合的。 看见到来这个字,我们就联想到伽略上山的十字架。 我们看见到来字,中间有一个十字,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然后,除了这个来字以外,还有三个人,三个人字。 三个人字,中间的人是大的人,上面两个人是小的人。 那就是人子了, the son of man, and the other two are men. 我们知道,在寿难节的故事里面,耶稣钉十字架,他两边有两个强盗。 所以,我们知道在《Good Friday》的故事里, 当耶稣被钓上了,他在中心里, 而在他之后,那里有两个强盗。 一个说,主啊,祢的果徒来的时候,求祢纪念我。 一个说,主啊,祢的果徒来的时候,求祢纪念我。 然后主说,今天祢就会再同我到乐园里去。 另外一个人,祢不愿意。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就是看见到, 这个强盗,他信了耶稣,他在乐园里。 所以,这个强盗不接受耶稣,他就永远爽识存仁。 所以, 四十八年前,我说,主啊,我要做这个强盗,不是那个承认的强盗。 所以,四十八年前,我告诉耶稣, 我希望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耶稣说,来。 耶稣说,来。 像我们中文字,来一样。 你愿意做左边的人,还是右边的人。 你愿意做左边的人, 圣经说, 虽然你的罪向诸侯,耶稣的宝学给洁净你, 你变成写白如写。 劫白如写。 这首诗,我们在灵良堂是很常唱的。 这首诗,我们在灵良堂是很常唱的。 就像耶稣说,来。 如果灵良堂的基训者们还记得的话, 这是灵良圣事第26首。 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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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救祢。 48年前,这首诗是我心里唱的。 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到耶稣说, 我们追责到赦免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饿,当负我的饿。 我们知道饿就是什么,那块木头放在两个星宿或者两个牛之间。 通常这个饿是代表什么? 或者是象征什么? 第一,象征是束缚。 第二,象征于奴役。 第三,象征于逼迫。 第二,象征于奴役。 第二,象征于奴役。 神,你要我来这里,来到你面前,把你的饿放在我的肩膀上。 半句话说,我就会怎么样? 施掉我的自由,我就需要做一个奴隶,然后我要被那个重担。 那你可以这样。 所以,你必须告诉神, 怎么能够成功? 你希望我来这里,和你分享这个奴役。 这意味着,我会被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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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被犯犯。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说,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学问。 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的自由,自己的自由,我们的权利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就是耶稣的负责,基督的负责,到我这里来负我的饿。 今天,我就要与大家去分享,去解释,这个饿是怎么样的一种饿。 今天,我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What does it mean when Jesus says, Come to me and take my yoke? 还有,这些饿是怎么样? 是外面的饿力,然后强迫在你身上。 就是像是你身上的力量。 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好像撕毁,撕掉,撕毁这个饿的意思。 圣经话说,撕断这个饿的意思是什么? 在耶利米书的三十章二十八节,万金之耶和华说, 而到那日我必求你锦向上车断仇地的饿,扭开他们的损手。 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们做他们的奴婦。 圣经话说,圣经用这个意思来解释,就是说,撕断的饿等于是什么? 等于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我们所担的中担,会得到什么? 卸托。 然后我们会脱离我们的责任。 让我们看圣经里有不同的饿。 用饿去形容不同的饿。 这里,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们来到当时的王帝面前的请求。 当时的王帝呢,将这个劳苦的饿,好像减轻,不是除掉,减轻。 这里,百姓们对王帝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忠恶,做苦功。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功,负的忠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 这个王帝是谁呢? 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 他是王帝的王帝, 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 所罗门王做皇帝的时候, 他建筑很多美好的城市,还有宫殿。 所以当然,当时的老百姓那些苦功是很重的。 所以当他的儿子继位的时候,老百姓就求刚刚做王帝的罗伯安说, 请你减轻一点我们这个劳苦的饿。 所以这个儿子是形容什么,是代表什么,代表那些劳苦的工作。 所以这个儿子是代表什么,代表那些劳苦的工作。 另外,这里就是在利贝基里面,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 这是耶和华怎么样对他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你们不择埃及人的奴仆。 我也则断,你们所付的二,教你们挺身而走。 所以,在利贝基里面26.13, 这就是当儿子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这就是这就是神说, 我是神神神神神带你去埃及, 为了你们不再成为埃及人, 我断了你扣子的扣子,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四百年在埃及是为奴的做奴隶的。 所以,那个奴是代表他们奴隶, 他们是奴隶。 神对当时离开以色列人的百姓说, 我已经把这个奴撤断了。 所以,神在那时候告诉人们, 我已经断了这个奴隶的奴隶。 你们已经自由了。 所以,圣经里怎么样形容第二种的奴? 第三种的奴是什么呢? 这里在《耶利米书》27章12节说, 我就照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迪迦说, 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 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成活。 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 然后,他的皇帝已经被巴比伦的王掳到巴比伦去。 然后,将这个王帝的叔叔放在耶路撒冷做傀儡王帝, 听巴比伦的话。 他们把王帝放在耶路撒冷。 换句话说,你要听巴比伦人的话,才能够活着。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国家压抵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民族压抵另外一个民族的额。 好,接下来《信言圣经》里有另外一种的额。 这里是毕特所讲的话。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主众和我们所不能复的额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 这个就是当时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 很多外邦人已经信了主了。 但是,但是,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说,外邦人一定信了主了,还要行隔离。 但是,对耶路撒冷,他们期待, 即使他们信了主的耶路撒冷, 他们仍然需要做规律。 所以,教会面对了一个神界上的问题。 接下来,毕特站起来。 因为他曾经在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 传福音的时候,看见圣灵充满这些得救的外邦人。 他就心里面,圣灵感动他说,知道一个人得救不是要行隔离的,也是信耶稣。 所以,他就用这个传统,或者法律的恶,去形容传统跟法律是一个恶一样。 这个行隔离就是法律上,或者他们的传统,怎么样要架在外邦人身上呢? 感谢神。 因着毕特所说的话, 今天我们这般外邦人心的主要,我们不用心隔离。 我们不用心隔离。 我们不用心隔离的恶, 因为我们是信仰人, 我们是信仰人, 但是信仰人, 我们不用心隔离的恶, 我们不用心隔离的恶。 我们不用心隔离的恶, 我们不用心隔离的恶。 所以,这个传统的恶, 外面的势力强迫在、架在我们的身上。 耶稣的恶有什么不同呢? 基督的恶有什么不同呢?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子,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耶稣说, 这个恶, 是不是我会死掉我的自由呢? 我们会不会担起更重的重担呢? 但是我们这里看见到, 耶稣基督的恶, 不是夹在我们身上, 不是夹在我们身上, 是墙壁我们要敷的。 但是我们这里看见, 耶稣没有在我们这个仪子上的恶。 祂是邀请我们来敷。 但是在实际上, 祂邀请我们的恶, 决定权在你, 在我们身上。 所以, 当我们被邀请, 决定权在你和我身上。 不是强迫在我们身上。 不是被决定权在我们身上。 心里面去接受这个邀请, 心里面去挂上这个耶稣基督的恶。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恶, 会有什么改变呢? 会有哪些事情我们要注意呢? 。 第一,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恶的话, 那我们就会接近祂, 跟祂 side by side, 好像在我的左边或者右边。 第一,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恶, 我们会比较近祂, 因为我们在跟祂。 当我们与神亲近神的时候, 神在我们左右的时候很清楚地, 我们必定要圣洁。 这里, 彼得说, 因为金上基督说, 金上哪里, 就是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这句话, 神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付耶稣基督的恶的话, 我们必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必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必定要让耶稣基督的恶, 我们必定要保护我们。 我们必定要保护耶稣基督的恶。 第二, 当我们要付耶稣基督的恶的话, 我们必定要以耶稣基督配达。 所以, 第二, 当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的恶的话, 我们必定要保护耶稣基督的恶的话。 通常我们用这个恶的经文这个字, 中文比较难, 我就是找到佩达, 还是比较近一点。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恶的? 就是当男孩子或者女孩子里面找对象的时候。 通常那个字会出来, 就是找那个对象, 应该能够配合你, 或者配达你。 因为如果夫妻两个人不能够配达, 不能够配合的话, 怎么样能够一生一世的相处,对吗? 因为如果夫妻和夫妻不够配合, 他们怎么能够配合他们的生命? 好, 这里当然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恶的话, 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同恶的话, 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同恶的话, 配合他, 配达他。 所以, 如果我们想要跟耶稣基督的恶的话, 我们必定要跟耶稣基督同恶的话, 所以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 什么叫做共同恶, 就是说, 不可以用牛跟梨更甜, 就是英文说, 饿在一起更甜。 所以, 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 不要与鲁和鱼与鱼与一起一起。 所以,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会说, 如果起庆的话, 我们要什么门, 要对什么门, 对吗?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到, 如果一个牛跟鱼放在一起的话, 你说, 他们可以不可以一起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 今天, 如果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同恶的话, 我们一定要配打祂, 不是要祂配打我们。 接下来, 我们知道, 刚才那两头牛, 它们饿在一起, 它们是同一个方向, 对吗? 换句话说, 头跟头同一个方向。 所以, 很清楚地, 当主耶稣基督要我们附上祂的恶的话, 我们一定要跟祂什么同意? 同性, 就是说, 恶人若不同性, 岂能同行。 好, 最后, 我们看见到, 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恶的话, 我们一定要听从祂, 一定要顺服祂。 所以, 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恶的话, 我们一定要听从祂, 一定要顺服祂。 在这里, 以撒亚先知被呼召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这个故事, 还有这段经文。 这里, 当以撒亚听见神的声音说, 我可以拆见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撒亚说, 我在这里, 请拆见我。 所以, 当神在呼召到别人, 去送别人, 这就是以撒亚说的。 所以, 今天当我们复起基督的恶的时候, 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什么? 第一, 亲近祂。 第二, 佩达祂。 第二, 佩达祂。 第三, 要同意。 第三, 要同意。 第四, 我们要顺服。 第四, 要同意。 好, 我们继续讲耶稣基督的恶。 所以, 我们继续讲耶稣基督的恶。 这个图画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高一个地。 对不对? 不平衡。 知道吗?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恶。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恶。 不是平衡的, 不是五十五十五十。 没有平衡。 好吗? 这里当耶稣说, 说什么? 写我的样式。 耶稣说, 《学习从我》。 同一个有什么好写? 因为这里呢? 这个是老牛。 这个是少牛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 因为这里老牛在叫少牛怎么样附这个恶。 因为这个少牛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怎么样附恶的。 它要学的。 所以通常, 这个农夫就是要有个有经验的老牛和没有经验的少牛在一起。 使到这个少牛和老牛会叫少牛怎么样附这个恶。 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要学我的样式。 这是为什么耶稣说,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耶稣记得同恶的话, 我们就好像这个少牛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耶稣跟耶稣说, 也会一步一步地教我们怎么样担起生活的那些重担。 为什么这个老牛这一边是高的, 和少牛这一边是低的。 那请问, 它担的中担是中, 还是它担的中担是中。 是老牛。 当然,所以那一边比较高, 因为它担的担子比这一边重。 使得它能够慢慢地学习怎么样越来越担重。 所以今天耶稣所学我的样式就是, 它担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 它会掌管一切。 让它掌管。 让它掌管。 什么方向。 走怎么快。 然后慢慢地让它来, 来指导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然后好好地去奋战。 现在它把大部分的重担担在自己肩上, 使得它可以慢慢地使用。 使得它可以慢慢地使用。 如果平衡的话, 我相信这个哨鸟可能抗不住了。 所以如果它是平衡, 所以这个原因, 运着这个原因, 运着说, 我的饿是容易的。 容易是怎样解释。 如果今天我去考试, 出来, 考完了出来。 从前问我, 你的尸体怎么样。 我说, 很容易。 什么意思。 的意思。 你当然有这种课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一号码。 有这种课程, 你今从前变成了一个课程。 你和后来的课程。 您和到那次念课程。 你和我们的课程中说, 什么意思。 那些课程。 你课程中没出现。 你讨课程中原来的课程中。 你才说, 是很简单。 oh simple, that's the word I want, that's the word, thank you and the test is tomorrow okay, you said simple, righ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the test is tomorrow, he didn't get it no, no, I'm talking about the test but he gave you the wrong first answer okay, I'm glad, I'm glad, that is exactly what I want 当我们说, easy,容易 okay, it doesn't mean it is so easy oh,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okay, simple, just so simple it's not simple,很复杂 actually it is not simple, but it is very complicated nice 主在掌管, he was in control but it is the Lord himself he is taking in control 他把那个担子分得很恰当 he has evenly shared that burden 所以, easy等于是好的 so easy means it is good 等于是对我们有益的 means it is beneficial to us 同时也是对我们核实的 and it is also appropriate to us 不是很容易吗? 其实很复杂的 actually it is very very complicated 耶稣 我与耶稣同一个恶 或者耶稣与师母同一个恶 是不同一个方式的我 因为很复杂的 但是主 祂是无所不值的 祂掌管一切 所以现在你可以慢慢去明白 耶稣基督这个恶对我们有益 耶稣基督这个恶是不是清神的 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恶以前 我们一件事情要做 因为这个恶也是代表什么? 这个恶也是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降伏的象征 因为这个恶也是代表我们降伏的象征 因为这个恶也代表我们降伏的象征 我们一定要将自己降伏给神 降伏在神之下 这样我们才能够降伏这个恶 因为我们内心里还有其他的恶 因为我们内心里还有其他的恶 我们变成这些恶的奴仆 或者这些恶是我们的重担 第一 我们的骄傲 第二 我们所追求的力 第二 我们所追求的力 第三 我们所追求在世上的那些物质上的财富 第三 第四 我们在世界上所追求我们的盛望 第三 第五 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乐趣 第三 第五 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乐趣 如果我们照着镜子看自己的话 很常我们就是这五个屁 是我们的额 很常我们在这五个屁 是我们的额 我们一定要把这五个屁 才能够担起这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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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我们看见到耶稣说 我是柔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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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圣经是耶稣再次引用以撒亚先知的话 再次 耶稣说 耶稣说 将来来的弥撒亚会做些什么事 这里说 压上的芦苇 它不遮断 将禅的灯火 它不吹灭 等它施行功力 叫功力得胜 这就是主 在世上我们看见到祂多么柔和 有一个妇人 她形影烂的时候被抓到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周围的人 法里撒人说 这个女人她犯了这个奸瘾的罪 她应该用石头打死 耶稣说 当怎么样做 这个女人就像一个怎么样 像一个压伤的芦苇 像一个什么 像僵缠的灯火 但是耶稣怎么样回答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第一个 哪几时都来打她 耶稣说 我是谦卑的 耶稣说 我是谦卑的 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 祂本来是神 但是祂放弃祂自己 神的地位 神的权柄 神的大能 将是为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祂不是将生在一个宫殿里面 但是祂来不是要来服侍人 祂来不是要人服侍他 但是来服侍人 甚至将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罪定死之将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 祂以身作者 祂被卖的马一夜 祂亲自地为着门徒洗他们的脚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 今天 让我们给一个试题给大家 让我们给一个试题给大家 OK 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这里五件事来问我们自己 第一 我们是不是善于聆听人的话 第二 我是不是自主的人 第三 我有困难 我愿意不愿意 好像牵背下来求人帮助 第四 有人批评我 我愿意接受吗 第五 我会体贴人吗 关心人吗 第五 我会体贴人吗 还是耶稣基督的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到, 同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恶, 同一恶的话,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福气。 第一,主会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 同时,我们跟祂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祂是我们的同伴。 接下来,祂时时刻刻地教我们。 就像我们看见那两头牛。 祂会减轻我们生命中的重担。 任何时间我们需要帮助的话,祂随时会帮助我们。 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付上我的饿。 我的饿。 我的饿是容易的,是轻省的。 我的饿是容易的,是轻省的。 我是柔和的。 我是谦卑的。 我是谦卑的。 请在大家低头,让我们祷告。 我们artown夫人们吧。 我们没有办法。 军志esa里。 祂 puedes radpielt Jesus mío。 你的饿是 Напр and have the in-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three long years. Yet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ness, for your presence,for your help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learn and it is our prayer that each one of us we will be humble like jesus as we take up the yoke. Lord that we may learn from you, we may draw close to you and because Lord you are the one who will take control of the all the heavy burden in our life Lord help us to surrender ourselves to you let the precious blood of Jesus cleanse us and cover us so that we can take this yoke with you and walk in your ways in obedience in serving you and in glorifying your name we thank you and we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us not only be hearer let your word continue to speak to our heart that we can put them into practice we thank you and we praise you in Jesus name Amen thank you reverend chu for the message and mr. chu for the interpretation Ça 谢谢邱牧师的正道,还有师母的翻译。 And in response, let us sing,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让我们唱回音的诗歌, 当转眼仰望耶稣。 与些什么冠军之处方, 眼前一片黑暗不爽。 则摇摇望祖主的光明, 生命变得只有佛事。 当转眼仰望耶稣, 丁尽在祂奇妙树荣。 在祂祖有恩典的光纵, 生生死彼岸线为虚空。 救护的运势永不改变, 尊心心靠我设安稳。 乖乖酸眼它却没救啊, 在祂祖有恩典的光纵, 十三十 便宣偉虚空 现在我们是会有圣 今天会有圣餐的崇拜 然后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 预备我们的心灵 今有一处留学之圈 今有一处留学之圈 从夜色色发愿 醉人只有再随心 能去全身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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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只有再次一息 能去全身醉变 自从你看 自首流行 自走 自最绝缘 自如醉妙 卧桑川阳 自私人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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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转过众服务 为你祈求祂 请求祂 接下来是圣餐礼拜 欢迎每一位在座 受了喜见的心的弟兄姊妹们 欢迎跟我们一起来 所以这个圣餐是主耶稣祝祺 祝祺亲子被外面的那一夜所活着 这时我们在座位置 我们请求祂 每一位在座位置 我们请求祂 地下来当天 俗位置 都能合上聘请 处理道理 主席 所自身的音乐 自身的佳奥 在其中处 为我们在座位置 Let us read the scripture and prepare our hearts for the communion. OK 我们领守圣战以前让我们读这段经文来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会用英文读情 看中文的看我们的这个画面 We shall read the English. Let us read together. OK OK. All right. This is what Paul said. For I received from the Lord I also pass on to you The Lord Jesu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took bread Sorry. Sorry. OK. All right.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And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he took the cup saying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For whenever you eat this bread and drink this cup You proclaim the Lord's dead until he comes So whenever So whoever eat the bread And drink the cup of the Lord in an unworthy manner Will be guilty of sinning against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 Everyone ought to examine themselves Before they eat of the bread and drink from the cup For who For those who eat and drink without discerning the body Of Christ Eat and drink judgment on themselves So it is very clearly The Bible is telling us Teaching us And also reminding us That whenever we Take the Holy Communion The two sacraments The bread Is a symbol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s body That was broken for us When he died on the cross The cup Is a symbol of his blood That was shared on the cross When he died And the Bible said Without shedding the blood There is no Remission of sin And this morning It is very clearly Paul reminded us Before we take The sacrament You and I must First of all come before the Lord Thank God for his Sacrificial love on the cross And we should search our heart Confess our sin Let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Cleanse us Then We will part We will take the Holy Communion Without Violating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Okay So Whenever we take Come to Observe the Holy Communion We come with the Grateful heart For his love And sacrifice No.2 We must Confess We must Not Keep sin in our heart Then we will Wiolate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know We Neve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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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 Do And the blood of the Holy Communion We are 我们舍得成全的救赎 但是我们一定要悔改 审查认罪 不要含罪灵 受这个圣传的话 我们就会干翻主的身体 还有主的保鲜 所以现在让我们花一段时间 让我们静默 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痛功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盖空我们的罪 求主的保鲜接近 则盖生命我们 所以在接下来 几个小时和小时 让我们挣开我们心里面前 让我们挣开我们的心里面 让神的圣灵 说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让我们看在我们的心里 是有任何罪 是有任何地方的心里面 Convict us, let us confess, let us repent, let the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leanse us and cover us. Then we can partake the Holy Communion. аVERINE 让圣灵今天在这个很严肃的气氛里面感动我们, 实在我们能够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性没有。 让我们慧改认罪求主 保学结经 折开我们 Lord, we know you are in our midst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we have the privilege to gather at your table because we belong to you we are redeemed nothing but the less nothing less than the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day may God the Holy Spirit enlighten us may God the Holy Spirit enable us to see see within our hearts within ourself is there any area within surrender to you is there any hidden sin within us we have not confessed we have not confessed is there any sin of omission or commission Lord Lord, we are here speak to us Lord, we are here enable us to see Lord, this is our prayer 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s try me and know my thoughts see within me Lord is there any sin remnant of the sin is there any petty sin Lord, your spirit convict us and we come before you and confess just like prophet Isaiah I am a man of unclean lips and live among the people with unclean lips Lord, I confess my sin we thank you may the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your son cleanse me and cover me that I am worthy to come at your table in remembrance of your love and sacrifice on the cross we thank you in Jesus name Amen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bread which is a symbol of your body that was broken for us and you have instructed us do this as often as we can in remembrance of you beside remembrance of your love and sacrifice we want to say from the depth of your hearts thank you Lord in Jesus name Amen Those of us who have been baptized and confirmed please stand 请收入喜 见了心的弟兄 姊妹们 起立 我们领知到病以后 after we receive the bread continue to wait give thanks for Jesus love us and give himself for us 请收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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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read please raise your hand thank you Jesus says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broken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天父,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为着台上的悲, 代表主, 祢的宝决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得。 主啊,感谢祢, 祢是尝试以来, 在神的旨意里面, 是我们赎罪的高养, 熟悉世人罪孽的今天, 我们再次感谢祢, 祢的宝决决定遮盖了我们, 我们献上感谢。 祷告祈求感谢, 奉告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我们领受到悲以后, 继续等候, 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 一起领受, 这个悲代表耶稣基督的宝决,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得。 我们接受 继续等待, 所以so让我们一起上观看, 我们可以给专注, 祢祢给祢的爱, 祢祢的爱上显示在祭荣。 好 耶稣说,这杯是我立业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是最得色, 我们如此行为的十几年主。 天父,我们感谢祢, 我们再一次能够环绕在主祢的台前。 提醒我们, 我们是祢保学所救赎回来, 祢的孩子,祢的儿女, 祢阳前祢的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有指望, 我们有帮助, 我们有依靠, 我们有主。 祢同在哈利路亚赞为祢。 让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泡出感恩的心说, 主啊,我感谢祢, 祢爱我, 祢舍身流血。 更重要的, 让我们时时刻刻地 就做一个以主为荣, 活一个荣神义人的生命。 祷告,祈祢感谢, 奉告耶稣基督生命求。 阿们。 四肢家, 请坐。 四肢家, 勇士我的荣耀, 我中最独习情节, 为靠耶稣基督生命求。 为靠耶稣保险。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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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急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现在是欢迎跟报告的时间。 我们想邀请兄弟和姨姊 去联系节目的联系 在联系联系联系 在联系联系联系 在联系联系 在联系联系 联系联系联系 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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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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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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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還有主日上午9點30分的兒童主日學 將會以網上Zoom的形式舉行。 歡迎弟兄姐妹參加。 The Sunday school will join the adult worship service on the first Sunday every month beginning from this Sunday, February 5th. The junior kids will have their in-person class in the church office classroom. The Bethany Fellowship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on Saturday, February 11th at 7.38pm at the church office. Young families, youth and children are welcome to join. The Bethany Fellowship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on Saturday, February 11th at 8.39pm at the church office. There's a set of sessions. Welcome to all young people, young children and young children to join. Our church will be holding revival meetings in February. In February, Reverend Petrus Chen, the ex-president of Ling Liang Worldwide, will be the special speaker. The team will be transformed live. The schedule of the meeting is as follows. February 17th at 7.30 p.m., the team will be the sort. Saturday, February 18th at 7.30 p.m., and the team will be be the light. And Sunday, February 19th worship service at 10.30 a.m., and the team will be be the witness. We invite everyone to pray for and attend the meetings. än,借联會的 會長,主題是改變生命 然後日期和時間是二月十七號星期五晚上七點半,題目是作言 2月18号星期六晚三的七点半 题目是做光 然后2月19号星期六 主日崇拜上午十点半 然后题目是做见证 然后邀请弟兄姐妹 踊跃参加并且在祷告中纪念 Our church will be having a potluck on Saturday, February 18 at 6pm before the revival meeting Each family are requested to bring one dish or more Please register with Mrs. Chen And the deadline is next Sunday, February 12 2月18号星期六的培林会之前 晚上的六点钟 有potluck的聚餐 请每个家庭预备至少一道美食 请向陈女威华姐妹报名 报名截止的日期是下周日的2月12号 Let us all stand for Doxology And Reverend Chu for the benediction 请大家一同请令 我们参三一众还有牧师祝福 我们参三一众 福天之小万国万民 祈生赞美福之圣灵 三位一体同荣同尊 万有志愿万福之本 Amen 请继续站立 And forevermor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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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坐 请大家默讨 然后上会 和我们聊天 入阅